嗯 葡萄 大 最大的那一颗 你早 什么认不认闹 呼听的呼噜一声巨响 你们猜 怎么着 怎么着 总之 狂炸了 三公主见状 立马冲到出口 徒手刨开石块 要救下面埋的众人 没过多久 林七带着众家人 匆匆忙忙地赶到 这林七 打小和三公主就不太对付 现如今 看到三公主 毁了自家的乌石块 她这火冒三丈 她能善罢甘休吗 不啊 不娘呀 这林七咬牙切齿地说道 给我诛杀三公主 重重有赏 你怎么能赏啊 我不是 你们猜这个时候 三公主在干什么 干什么呀 三公主依然不闻不听地 在拼命地挖着石块 只见她的双手食指 是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鲜血淋淋了 好可爱 手指的骨头都漏了出来 好可爱 停下来挖着石块 一心想要救众人 就在林七带着众人 围着三公主 要痛下杀手的危机关头 幸好有韩绍军 在三公主身旁保护着她 韩绍军一身轻衣素了好 手拿轻封剑 犹如杀神一般 那是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真的是一人当官 万夫莫开之勇 几毁 手中剑一挥 万人到底 那顿时是血流成河 见光所致 血肉之躯 纷纷化为白骨 犹如人间炼狱一般 为何韩绍军如此了得 他师承河门 又来自河里 你这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书接着分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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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吃 好吃吗 那我也想吃 你也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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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